去年10月我們在美國加州進行了一段公路旅行 大概14天兩週的時間 我們總共開了超過3000公里的路程 就在想說這麼長的時間這麼長的路程 如果我把它整理成10級左右的Behind the scene 大家可能會看到有點疲乏 於是我們在這次的影片嘗試比較不一樣的做法 把這旅程中所見所聞整理出五個我們最推薦的景點 那包含到你怎麼樣拍攝可以有拍出比較不一樣的照片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的注意事項 都一次的把它整理在這個影片分享給大家 那在開始之前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的Instagram帳號喔 第五名約束亞樹國家公園 距離洛杉磯大約3小時左右的車程 你可以看到大片的沙漠還有獨有的警官 到了晚上這一更是絕佳拍攝銀河的地點 除了完全無光害之外還有超棒的前景 不過大家晚上如果想要到這邊來拍星星的話 記得一定要戴頭燈 因為車燈關掉之後你會完全伸手不見五指 然後晚上風也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在攀排岩石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可以的話在國家公園裡面注意完也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我們選擇是這種像帳篷蒙古寶寺的住宿空間 那晚上生個營火然後烤棉花糖 伴隨著滿天行動 如果你覺得看不過已約束亞樹的沙漠景觀的話 那接下來這個景點一定要把它排進行程中 第四名 亞利桑那州 亞利桑那州境內擁有超多壯觀的旗艷 每年吸引數百萬的遊客前往 那林陽峽谷就正是這些遊客慕名而來的目的地 經過數百萬年大自然的洗禮 才能有這樣狹奉行的峽谷 那其實這個景點還能再細分為 上林陽峽谷和下林陽峽谷 這兩個地方它的區分並不是因為它在地底位置上的南北 而是下林陽峽谷你必須走的樓梯往地底下去 而上林陽峽谷就基本上都是在地平面上 然而這兩個地方的相同之處就是都一樣的熱門 所以在出發之前要務必先訂好門票 有可能幾週甚至到幾個月之前就要買好了 而且門票也有分成一般團跟攝影團 兩種團都是由導遊會帶你進到峽谷中 我們因為太穩定票的關係 只進到下林陽峽谷的一般團 裡面的限制也是蠻多的 有些攝影器材都不能帶進去 像是腳架、穩定器、甚至GoPro都不能帶 不過我們還是有用單眼相機拍到一些蠻不錯的照片 那既然都已經去了林陽峽谷 也可以把另外一個景點 馬蹄丸安排在一起 這裡只收10塊美金的停車費 就可以看到 科羅拉多盒是如何把峽谷切成U字形 那在晚上的時候呢 馬蹄丸搭配清晰的銀河 這樣的照片也還是蠻少見的 第三個我們想要推薦的地方是洛杉磯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在社群媒體上面看到 不管是什麼 迷人、網紅 他們常常都會出現在洛杉磯 好像這個地方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 那的確洛杉磯它就集結了電影、音樂、體育 還有各種娛樂等等的元素 在這個城市當中 也讓這個城市充滿了火力 走在街頭啊 你會有一種 好像隨時都身處在電影場景的錯覺 推薦大家可以到格里斐斯天文台 這裡除了是LALALAND的電影場景之外 還可以俯瞰整個洛杉磯市景的好地方 想走輕鬆一點的路線到Vinis Beach 點杯調酒、看洛杉磯的夕陽 也是另外一種選擇 如果幸運的話 還能遇到一些名人 接著第二名是優勝美帝 美國最棒的地方就是有超多國家公園 而且每個公園都有各自的特色 那優勝美帝它其實山路呢 相對來講比較好開 一打氣也很高 那所以我們在第一個晚上選擇出租地點 是在國家公園之外的Mammoth Lake 房價相對來講比較便宜 這裡來到了冬季 也是非常著名的滑雪盛地 我們現在在優勝美帝了 我們早上從Varmoth Lake那邊 開車大概兩個小時到這裡的路口 然後再開到這附近 已經應該也在多一個小時吧 對 這邊超級漂亮的 可以看到這些山 我們晚點要去拍戲啦 進到優勝美帝真的處處都是景點 推薦兩個比較經典的拍攝角度給大家 第一個 Townown View 對蘋果電腦的使用者來說 應該對這裡不陌生 最適合拍攝的時間是夕陽的時候 夕陽的雨灰灑在這些鋼岩上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整個山谷的光影變化 不過因為我們來的季節是比較秋天的時候 所以水量已經沒有很大了 如果想要特別來看瀑布的朋友 可以選在夏天或是春天的時候前來 另外一個景點是Glacier Point 我們在這裡從鷹河拍到日出 在車子上待了一整個晚上 那其實也是非常值得 因為在夜晚和日出的時候 人潮相對來講比較少 你也就可以得到更多元的拍攝角度 昨天晚上一個人都沒有 然後就感覺一個秀很恐怖 因為他就一直提醒說 你事物不要放在車上 然後也不要帶事物 反正他會聞到那個味道 然後被吸引過來 那總結來講 會建議在優勝美帝 待至少兩到三天的時間 好好欣賞風景 那這樣子一定可以幫助 終於在美國的公路之旅留下難忘的印象 那終於來到我們的第一名 舊金山 灣區作為美國西安第二大的都會區 有著絕駕第五位置 那其中包含像是橋梁 以及城市類的一些建築的設計 也都有著非常完美的平衡和對稱 我們今天從Modesto移動到舊金山 大概兩個小時的車程 然後我們現在在拍夕陽 在北空拍 然後另外一台在縮時 超級漂亮的 這邊的夕陽 你在當時 我沒有違法啊 注意你的認識 你覺得這夕陽你給幾分 我沒有看過 我真的沒看過這種顏色的夕陽 真的嗎 這是真的太扯了 連續幾天我們從不同位置 不容角度欣賞舊金山的日出和日落 都讓我們直接就想把舊金山 排在這次美國公路旅行的第一名 昨天沒有看到日出 只看到白天 所以我今天就超級早起 現在已經在金門大橋的旁邊了 我們剛來是全岸啦 現在已經滿快又兩千塊了 對 我們贏家好家家 對 希望這次可以順便 舊金山有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唐人街 到了這個區域 不管是街景 食物 餐廳 對於華人的我們來說 都格外的親切 哇 你雲台都變得乖乖 不是 這不是原來的 欸 這是正的啊 然後現在看到的就寫 好 可以嗎 這裡上上下下的地形 對駕駛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或許你會遇到像這樣子的彎路 如果你想要挑戰自己的開車技術 那麼你來救金山就對了 我們現在要去做一個路考 我們來看看S星 能不能通過在舊金山的大陸 S星 對 S星 風狂S星 連續S星的路考 那以上就是我們最推薦的五個值得拍攝的景點 你可能會想要問 但我不是攝影師 有沒有其他跟拍攝沒有相關 但同樣也非常推薦去的地方呢 長途跋涉的公路旅行 一定會需要一個中間休息的地方 Las Vegas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選擇 你可以來到這裡安排一個週末 到全球千十的夜店去聽知名的DJ的表演 或者是到賭場小賭一把 說不定就能把你這次的旅費全部賺回來 另一個則是被國家第一雜誌評選為 一生當中不可錯過的五十個經驗之一的一號公路 這是一條沿著美國西部海岸線萬年的公路 沿途都要有非常優美的景色於海岸 對於動不動就要開幾百公里的價值來說 走在一號公路上也就沒那麼沉悶了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美國加州公路之旅的分享 那如果你有任何安排行程方面的問題 歡迎留言跟我們討論 喜歡這次的影片記得按讚 然後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頻道 還有追蹤我們的Instagram帳號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